今天玩這個魔力士米呢 因為他在前天出了這個都會生活 但是到今天 昨天的時候才可以開始玩這樣子 然後他呢總共又多了一個新的城市叫做三米蘇 我們在上一集的時候其實在開地圖的時候就有看到 但是那時候還是鎖著不能進去 那裡面呢可能有一些什麼籃球場啊 有卡拉OK啊酒吧啊或什麼 反正就變成一個比較大的公寓一個社區 你可以進去這樣子 然後還有可能一些慶典或是什麼廟會 街會還什麼之類的 這個我是還不確定 但是呢我現在呢想要把我原本的舊家呢搬進去這個新的城市了 所以這邊呢是可以買公寓的 買公寓的豪華公寓然後可以進去裡面 有頂樓可以看很多不一樣的view之類的 然後開始全新都會的職業 應該可以當政治家什麼之類的 好不好今天我們就來玩玩看我們的都會生活 到底長什麼樣吧 好啦那我們就先我們就直接去好了 直接去三米蘇羅好不好 三看起來真的是不一樣啊 很像很有業生活的感覺 那它主要這邊好像分了幾個區域 好像這個是什麼藝術區 有許多的音樂家藝術家各種創作形式所從案 所以如果你是走那種文創類音樂類型應該是來住這邊 可能會比較有那種環境的改變 然後這個是什麼辣椒 香料市場 香料慶典 跳蟲市場 碼頭景色 所以它也可能可以在這邊開店 然後什麼之類的 它其實都是一區一區 然後每一區的活動都長不太一樣 然後這個是時尚區 哦就是浪漫慶典 哦 所以這邊有可能會有慶典或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我們這一開始開頭的時候有發現 哦這個太高級了 豪華公寓 哦三個床三個廁所耶 哇賽好高級 然後這邊都 這邊應該都可以用了 都可以買來 買來住的這樣子 然後這裡有健身房 這也是圖 哦上城區 上城區是有錢有勢 已經有點怪的人們住的地方 那我在想哦 就是我們如果要從那邊搬過來這裡 可能還是先買便宜一點的 畢竟這個如果太貴我們一次也沒辦法 然後這個是公園 所以主要是這三 四大區 四大區 那旁邊應該是沒有了 對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好了 土城區 旺西能九郎 這個可以住嗎 阿爾托公園 哇哦 好大間哦 這個州租金是3500 然後押金1萬戶 哦 家居還咋搬 好不好我們直接來看看好了 那這邊應該可以直接造訪嘛 對可以造訪 那目前我們是兩個家庭嘛 因為第一季是用這一個 那死 死剩下兩個了 好不好 那我們還是維持讓第二季啊 因為我們第二季還沒結束 所以第二季的讓我們過來一下 但是我們要過來之前 必須先努力賺點錢 不然我們可能連一週都還沒住完 就要被趕出去 房租付不起啊 哎呦 哦 我是在頂樓耶 媽呀 那可以進去嗎 敲門 造訪公園 我們造訪 OK 好 讓他讓我們進去看一下 哇 裡面果然很不一樣耶 進來吧 裡面有人的 還有點唱機 小酒吧 哦 這個是什麼 高級的這個 伯壽呢 哦 我們以前都沒有做 好麻將桌耶 太胖了 竟然還有麻將桌 哇塞 其實有錢 住這個就很爽了 那這個是什麼 跳舞的地方 炫動方塊 玩遊戲的 哦 就是很不錯 就很時尚啊 一些都會的感覺 然後你看 還可以看到外面的view 在這邊泡澡 哇塞 外面有鐵橋 整個感覺都不一樣 很像玩City Sky的感覺 OK 那這個我們先 大概每一間都稍微參觀一下 然後這個也到頂樓這樣子 OK 那我們再去別棟 再到別棟看看 那下面就是每一區的廣場 也有外星人 外星人還在耶 每一區的廣場 然後有人已經下來了 這邊還有一些小攤販 我們可以買東西來吃 好方便哦 就等於是一個小社區這樣子 這裡還有水煙耶 沒錯耶 水煙耶 哇好棒哦 受啟發了 下面應該沒辦法下去 沒辦法 但是這邊我覺得 多了蠻多的人 以前我們在原本的那些 欸清潔裡面是看不到的 好吧 我們再去別的區域看看 我們每個區域每個區域都看一下 好 我們剛剛看完這邊塗層了嘛 然後我們再過來這邊看一下 豪華公園到底長得怎麼樣 來看一下豪華公園 那原則上我們就 先每個區域都看一下 然後之後 禮拜六我們在做直播的時候 我們再來決定說 到底想要搬進來哪一邊 比較好 浪漫清典來了 哦真的很高級耶媽呀 這太高級了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站在這邊 人在這邊 不能進 這裡沒有人住耶 所以代表這裡還沒有人買下來 這裡沒有人買下來 這要多少錢啊 嚇死人了 那每個區域它的白色都不太一樣 像這邊就比較 比較就是 更多浪漫哦 這個也 也蠻多妹的哦這樣 呵呵呵 我們來這邊再看一下 這裡有一間什麼 哦 卡拉OK酒吧 我們來看一下 卡拉OK 那我知道這個 它裡面唱歌呢 也可以累積那個 唱歌的技能 所以以後也可以 也許可以靠唱歌賺錢 也不一定 這個都還是需要去嘗試看看 來吃一下什麼 品質不佳我喝吐 OK我們來到星球蜜糖 流行樂 流行樂啊流行樂 裡面 哦就是可以唱卡拉OK的耶 然後我還有這個鍵盤的東西 我們來唱唱看好了 沒有唱過 可以獨唱跟合唱 我們合唱好了 合唱鄉村 可以選幾個呢 啊真選一個 那我們就跟周姐吧 跟自己的老公 來唱唱看 看看是什麼feel 哦所以真的有 有那個等級提升了 是泰文嗎 唱歌不是很好聽 那我相信這個應該就是 是跟我們一開始那種 彈吉他一樣 等你越彈越好的時候 彈就更不更好聽 唱歌應該也是一樣 好吧 總之就是要多了這些新的東西 哦真的是越來越玩不玩了 然後每個地區都有吃的 什麼的 OK我們再去別的地方 我們四個去看看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這個 老鹽屋 我們去老鹽屋看看好了 OK四個都一起去 來了我們來到了老鹽屋 老鹽屋是幹嘛的呢 然後這個地段也都是差不多 也是一個廣場 哦這個有籃球 可以打嗎 我們來看看籃球場可不可以用 隨意投籃 Let's go 可以遇人家PK嗎 我看看 還可以灌籃耶 360度怪物灌籃好了 好不好 讓他來灌籃看看 看看多強 好酷啊 還可以打籃球 等於是一個半場的場地 然後還有人在這邊賣東西 太讚了來 因為他是在睡覺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靜尼 怎麼做360度的怪物灌籃 Come on 來了 馬上變身運動裝 他沒有球啊 球來了球來了 哦沒進 摔倒還打到頭 換爸爸來試試看 灌籃 哦不行他太累了是不是 他叫我們周杰克來了 周杰 周杰來試試看 看他行不行 還不錯耶 當然好多元素哦 我是似乎不習慣吃這個 來了 他也換裝了 拿出你的籃球 哎 怎麼都逛不進 體力不夠啊 哦 這樣子 還不錯 然後 這邊是什麼 還可以看表演給小費的小提琴 就是這個嘛 街頭藝人 給他小費 給一塊好了 沒有錢 給一塊看他會什麼反應 哈囉你好 一塊你 一塊這麼多張哦 他完全沒有什麼反應耶 那我們給個一百塊好了 一百塊有不一樣嗎 好像有洞的比較好 好像也好看一點 好吧 差不多是這樣子哦 老岩城 就是這裡啦 OK 然後這邊還有什麼 卡拉OK酒吧 幾乎都是卡拉OK酒吧 還有一些周邊的活動設施 住這裡感覺不錯 住這裡感覺不錯 好我們再去另外一邊看看 OK那就是剩下這個藝術區了 藝術區我們來一下 藝術區的藝廊 舊城區的藝術區 養四個人一宿 你是最強宅宅嗎 這宅宅會產 展示你的城市熱機電玩技能吧 來囉 我們來到了舊城區藝廊 哇看起來是怎麼 比較空耶 然後也都是賣吃的 然後這邊也是有公寓 好就裡面像比較像那種博物館啦 參觀之類的 然後這邊是水煙吧台 二樓是什麼看一下 二樓就是畫畫的 哦呦 三個畫作耶 其實我們就算不住在這邊啦 也可以來這邊做一些表演 或是什麼 或一些賺錢的機會來逛逛 哎還有三樓耶 哦這麼高級 然後三樓是有 Piano跟 吉他 哦 好多耶 然後再上來呢 可以再上來 哦 像是一個表演劇場之類的 OK 定期這樣子 好 還不錯 整體這樣目前我們看起來呢 我覺得 這個DL其實算是蠻值得的啦 就是因為畢竟它 多了很多東西 可以讓你去慢慢體驗 不一樣的都會生活 那當然呢 我們把它搬過來呢 也會再回去那邊啦 因為 我們在原本柳西這邊呢 已經有開發一些東西了嘛 所以 我覺得 不回來還是有點可惜 畢竟我們種這麼多植物 不知道可不可以搬過去啦 我還不確定 那我知道要搬過去是要用卡車把他們載過去 所以禮拜六的時候我們就會先賺一點點錢 或是 先找一間可以搬過去的地方 然後慢慢的移過去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個都會生活DLC的稍微一個 更新的介紹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好不好 我們最後禮拜六直播模擬市民再見了 大家掰掰